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吴博贵医师 许多病友在致患人工膝关节之前 都会陷入这样的抉择 那就是不知道该选择健保的人工膝关节 还是要补差额选择自费的会比较好 首先 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先了解 健保与自费的人工膝关节 主要差别在哪 接着再依照自己的情况来做选择 以下将会与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与说明 健保与自费的人工膝关节 最主要的差异就在于耐磨度 自费的人工膝关节相对于健保的会比较耐磨 而一般比较容易发生磨损的位置 是发生在人工关节垫片处 所以这几年有许多医材的厂商 陆续发展出新的耐磨垫片 为的就是希望可以达到更好的抗耐磨效果 其中包括了高分子量聚乙烯 或者是维他命E抗氧化的人工膝关节垫片 而这些新的医材在实验室的测试当中 都被证明能够大幅度减少磨损的发生 很多人在了解健保与自费的差别后 会接着问那是不是应该选择自费的比较好呢 其实不尽然 我们医师会建议选择的原则 应该是要看您本身需不需要那么抗耐磨的产品 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都知道汽车的轮胎 有一颗2000元的 也有一颗1万多元的 1万多元的相对于2000多元的 不论是在耐磨度或者是抓地力的表现 当然都会比较好 但如果我们平常开车都只是稳稳顺顺的开 没有要开到时速超过160公里 也不会一天到晚开北宜公路的话 那其实选择2000元的轮胎就已经非常功用 用这样的逻辑来思考 我们就可以应用在人工膝关节的选择 假如您的年龄是小于70或75岁 平常还喜欢慢跑打球等等的运动 那么这时候选择自费耐磨的人工膝关节垫片 确实有这个价值 但相反的 如果您的年龄是大于70或75岁 而且平常的休闲活动只是在公园散步 偶尔爬爬小三 并且出国旅行等 那这样选择健保的人工膝关节 其实就非常足够了 而这些省下来的钱 我们可以来买一些能够帮助减轻膝关节负担的物品 像是比较好的球鞋或者是护膝等等 这样对人工关节的使用期限反而更有帮助 总结而言 健保的人工关节与自费的人工关节 并不是一个60分一个95分差这么多 根据临床实际使用的结果 其实大概就是90分与95分的差别 所以在选择时 建议可以考量您关节使用的需求度 以及经济情况来作为考量 并不是一定要选择自费的材质 我是台北用重关节重建科主任吴博规医师 祝您健康平安